哇… 有沒有覺得今天很愜意 好像是來度假的 不…我跟你講今天這個 很不得了 它是獨棟的 然後整個超漂亮的 誒 以忠樂透了 好了好了 那我們去看囉 哇 哈囉 你們好 Rick跟大修 哈囉 鳥 我剛剛一走進來啊 其實第一眼瞬間看到是這個上面 我們用杜泰配合它的大理石 然後創造它整個奢華跟現代的感覺 我們一開始設定這個就是民宿啦 那一進來看到這個吧台 然後整個建築物四面採光 其實不打燈就很亮 我有發現一個我個人蠻喜歡 就是這是一整面的大理石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在清潔上面 好像也比較方便 對啊 當初在設計也是 沿用它的大理石的好清潔的部分 然後用它淺色去帶它整個開闊的感覺 然後再往前一點我看到 這個是系統櫃對不對 對 你看它的空間就非常的棒 而且它是可以調整那個高度的 所以有一些人比如說你是靴子啊 擺在這邊就很好看 系統櫃的部分是代理愛菲爾的品牌 然後它的櫃體是有四年保固 五金部分也是有三年的保固 哇這麼好 所以這樣聽起來 收費應該不是很貼一點吧 我們一般的設計費 單瓶是3500 那高階部分收費是6000 我第一次聽到設計師敢把這些通通講出來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找設計師 都會有一種很像坐上計程車 要喊價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上次想說 啊它不會出多少錢或很緊張 但沒有你們都是公開透明的 可以到網站上查詢也可以 對 這邊真的採光非常的好 它四面也沒有什麼建築物擋住 然後這邊就很寬闊的感覺 空間的話我們希望說它有一個開闊感 所以我們都沒有用隔間做區隔 哦 哇 外面長得很浪漫耶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水池 它高度好像沒有很高 是特別設計的嗎 對因為我們擔心小朋友會危險 所以那個水池的高度的話 我們設計在60公分左右 就是如果小朋友自己在這邊玩 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而且這個都很網美耶 欸你看是不是很浪漫 所以在這邊不管是白天晚上拍照 其實都很美耶 然後裡面廚房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一些洗啊 空的拿料理 我們是以白色的櫃體做一個L型的廚房 那我們再把電器啊還有冰箱整合到櫃體裡面 搭配上這個長型的中導 對我看到下面是不是這邊是收納的空間嗎 對沒錯 欸這邊很棒很棒很喜歡 哇 這個房間很不一樣耶 我們這個房間主要做親子的概念 牆面的跳色 就是比較清美式的走法 是 那像這個架高地板的話 小朋友來都可以直接上面滾啊 包括這個倒角 我們也是有特別的設計 旁邊這個圓圓的這個 對 小朋友去奔跑什麼的 都比較不容易去受傷 房間內我們的設計就是 規劃成木座的地板 就比較溫暖比較柔和 這些我們主要也是以顏色做大膽的跳色 讓整個空間展現不一樣的吊性 然後我在這邊看到一個有像一個 吊椅這樣子的感覺 就可以在這邊想放鬆擺爛 或是想睡個午覺的時候 就在這邊稍微躺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裡面是浴室 通常覺得會注重小細節的 可能是女生的設計師 但其實你們注重小細節非常的多 就是一些配件啊 你們都很在乎 這個水龍頭很漂亮耶 對這個也是特別挑選過的 對好美喔 做一個整體性的搭配 其實我覺得這邊我就是一路看下來 我覺得超級漂亮 如果是我啦 我自己會很捨不得分享給大家 就是讓他當一個民視 覺得哇太可惜了 所以兩位當初是為什麼想把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實一開始是工作 就是我先生工作需要 所以會有應酬 他有跟我分享說就是 回來空間場地不足什麼的這樣子 所以當初老婆跟你講這樣的想法 你是覺得很開心 想說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就把最好的給客人用這樣子 在這邊我看到就是設計師跟屋主 他們不管是在清潔上面 非常的貼心設計 我覺得在每個地方可以感受到 他們想要帶給大家的溫暖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整個空間 我本人也超級喜歡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蓋一個 像這樣子的民宿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幸福空間下次見 掰掰